为什么设立文化遗产日? 为了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, 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, 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文化遗产, 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, 因此设立了文化遗产日。 早在20世纪90年代, 一直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冯继才就提出, 希望中国也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, 确定一个文化遗产日。 2005年12月, 我国决定从2006年起, 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。